大波表姐的荒野打野能力到底有多猛 不仅是直接从地洞之中捕捉到了一只头部像是野猪 身材又像是大狗的奇特生物 另号称EK荒野小工具的他 一时间都认不出此物是何物 而其还在制作的弓形弹力陷阱处 直接送走了一条两米多长 二三十斤重的超级蟒蛇 最终只得半边扛着大蟒 半边拖着蟒蛇尾巴 艰难地将大蟒蛇拿下山去卖出了天价 当然 说到天价的话 那么大表姐意外地遇到了一大堆的灵芝 并且还采集到了一株顶级好货 卖出了超过三十万的当地货币 那才真是数钱数到手抽筋的节奏啊 除此之外 大表姐日常打野也是秀的一名 各种两三斤一只的极品大竹鼠可是抓了不少 清理后简直就是小乳猪 来上一个炭火烤竹鼠简直不要美滋滋 最后大表姐还打造了传说中的鬼门关打野陷阱 那么鬼门关打野陷阱能否成功击杀超级野物呢 当然 打野的生活也是将大表姐给弄得浑身脏兮兮的 最后逼得大表姐不得不在野外高了一个淋浴器 美美地洗了一个凉水澡 一时间可谓是丑小鸡直接化身为白大鹅了 本期 将由手握弓弩的大波表姐带头 开启全新的荒野求生纯正打野季节 为确保在野物横行的大山之中 有着不错的安全保障 行动前表姐还特意地检查了一番弓弩 随后才来到了竹林深处搜寻了起来 来到竹林的话 那表姐的首选目标不出意外的话 便是有着肥美多汁之称的大竹鼠 一番搜寻之下 大表姐可是有了新发现 地面之上一处黄泥土的颜色十分的新鲜 很显然是被翻出来不久 而在大表姐查看下方的泥洞时 里面的大竹鼠也是向着她看了过来 一时间 一人一鼠立马便深情地对望了起来 直到害羞的竹鼠别过头去 大表姐这才收回激动的心情 赶紧地将箭矢上在了弓弩之上 她这是打算送给竹鼠致命一剑的节奏啊 此时露出脑袋探索的的大竹鼠 怕是还不知道 外面一把弓弩已经顶在了她的脑门之上 而随着大表姐的一声箭矢破空而出 下方的大竹鼠多半是凶多吉少 果不其然 当大表姐将泥洞里面的大竹鼠给拿出来时 头上别着一根长发簪的鼠老弟 已经走得很安详了 不过她身上的余温似乎是在诉说着 她刚刚离开人间不久 确定大竹鼠狗袋之后 大表姐这才开始将那一枚扎穿了鼠老弟的箭矢给慢慢地取了出来 看着手中的大竹鼠 大表姐当场就笑得是花枝烂颤 毕竟虽然这是大竹鼠的不幸 但是这却是大表姐的幸运 尤其是这只竹鼠可是不小 绝对有着两斤多的重量 至少能够让大表姐美滋滋地吃上一顿的 看着大表姐嘴角的泪水那是止不住的流啊 不过收获到这一只大竹鼠的情况下 大表姐可是没有停止搜寻的步伐 毕竟这一次她可是要在丛林内待上好几天的时间 食物那自然是越多越好了 而且这样的一片大竹鼠之中肯定是不止有着一只竹鼠的 在大表姐的一番搜寻之下 一堆粗大的竹子周围 较为蓬松的土壤引起了她的注意 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泥土应该还是竹鼠给挖出来的 剑瓷状的表姐先是捏手捏脚地退后到一侧 将手中的大竹鼠先给放了下来 接着又在附近找了一根竹竿 并且利用打野刀在上面刻画了好几道的凹槽 这样的话 利用指甲该扣动凹槽时 便能发出竹鼠动情的声音 可谓是心动的信号啊 完事之后 头戴头灯 左手拿弓弩 右手拿竹竿的大表姐便来到了竹鼠洞口 将竹子插入到泥土中 扣动起了心动的信号 还别说 这声音对于竹鼠来说吸引力真是大 绝对不亚于美女对于老四P的吸引了 这才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里面的竹鼠便在洞口处查探了起来 可惜在外面等待的她的可不是母竹鼠 而是母老虎 咔嚓的一声剑矢之声号 表姐便来了一招猛虎下山 直接扑向了被剑矢击中的大竹鼠 随即快速地将其给拖了出来 出来的大竹鼠由于个头太大 竟然没有第一时间临走最新鲜的盒饭 于是乎大表姐便给她来了个补刀 当场就让这只大竹鼠去阎王殿报道 有一说一 这只大竹鼠不亏是需要大表姐补刀的顶级巨武 这身形怕是得有三斤去了吧 鼠石是巨无霸一般的存在 尤其是当大表姐将两只大竹鼠拿起来的时候 这对比之上可以清楚地发现 第一只竹鼠明显是要比第二只竹鼠短上个五六厘米的 而其维度上也是要细小一些 重量上的差距的话 估计得有这个八九两的差距了 着实是不小的差距了 当然 不管是大的指还是小的指 在大表姐眼中 它们可都是她的爱呀 为了方便携带两只大竹鼠 表姐还搞了一根竹灭将它们给绑了起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像提着手提包 一般舒服地拿上两只巨物走了 当然 当作竹鼠矿包的话也是未尝不可 直到回到行李放置地后 大表姐这才将竹鼠给放了下来 先是简单地洗了个冷水脸 接着便开始收集起来柴火来 柴火那是必须得多才行 毕竟出了用来烹饪大竹鼠外 到了夜间的话 有着篝火的存在才会吓退野兽 否则夜间可是极其危险的 处理竹鼠的第一步便是去除掉鼠毛 在没有带大锅的情况下 自然是没有办法采用热水处理 不过大表姐处理过的竹鼠 那是没有一百也有十八 直接将竹鼠放在火焰上烤掉鼠毛 并且利用打野刀来回地刮出残余的鼠毛 那绝对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了 于是乎 就在大表姐来来回回地灼烧鼠毛 打野刀刮出鼠毛 前前后后的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后 总算是将两只超级大竹鼠的鼠毛 全部给去除掉 此时的两只大竹鼠看起来可是肥嘟嘟的 简直就像是两只小乳猪一般漂亮 处理完鼠毛之后 接下来便要将其内脏给清理干净才行 竹鼠的内脏清理起来可就要简单得多了 直接去除就行 毕竟鼠内脏还是比较脏的 而且两只超级巨无在手 那点东西表姐也懒得清理 清理完之后的两只竹鼠 均是被表姐直接给绑扎在了竹架子之上 随即放置了火堆边上 搞起了荒野版的绝美烤山鼠 这样的制烤之下 竹鼠便可以慢慢地向着成熟迈进 而忙碌了一天的表姐 浑身早就被汗水浸湿了 趁着竹鼠慢慢制烤的这段时间 直接在不远处的溪水之中泡起了凉水澡 之后再躺在吊床之上 闻着一旁的烤竹鼠肉香 等待着竹鼠的成熟 当然 中途的时候 还得时不时地将两只竹鼠翻个面 以避免竹鼠被烤糊了 那可就亏大了 历经了一个多小时的制烤之后 两只竹鼠那是熟得不能再熟了 竹鼠肉的香气实在是太诱人了 表姐当即就直接撕扯了一大块的竹鼠肉 美滋滋地开吃了起来 几口就给吃了下去 感觉不过瘾的大表姐接下来 更是直接将一整只的大竹鼠给取了下来 这是要抱着肯的节奏啊 果然是生猛的女人了 美滋滋地吃了一顿大餐之后 大表姐便靠着火堆睡了过去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后 大表姐又来到了昨天抓竹鼠的竹林 好家伙 表姐也是猛啊 好吃也不能那样吃啊 昨晚加上今早 就将两只竹鼠给吃光了 意犹未尽的她 还打算再搞上一只竹鼠吃吃 而且还真的又发现了一处竹鼠洞 这一次 大表姐又如法炮制地利用起了竹子 向着地下放出了心动的信号 然而意外的是 里面的竹鼠听到信号之后竟然不出门 这样的情况那真是合上上屋顶 奇了妙了呀 见此状的大白表姐也是不含糊 既然引诱不成的话 那么就来个暴力挖掘吧 砍了一根木棒镶嵌到了带来的铁锹之上后 表姐就来到了竹鼠洞深前 开展起了扣尼姬蛙 对着下方的鼠洞搞起了暴力拆迁的火 而且为了精准地打击竹鼠老巢 挖掘之中 表姐还时不时地利用细数之查探树洞的走向 遇到转折较大的地方 表姐更是胆肥地伸手探索 这个大家千万别学啊 耗费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表姐可是循着洞口的方向 挖出了好几处的坑洞出来 着实是费了大力气的呀 然而 当她看到里面的竹鼠了之后 那是直接把自己都给搞笑了 因为里面的竹鼠估计还没成年 怪不得对心动的信号没感觉 这般大小的竹鼠怕是还没有四两种 她爸妈大概率是都被人类早早地抓去吃了吧 本以为大表姐会放过这只小竹鼠 但是没想到转眼间小竹鼠便成为了烤竹鼠 用表姐的话说 荒山野岭的生存才是第一位 收起你那泛滥的白莲花心 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一边洗澡的表姐还接着讲了她之前来到大山之中 没有搜寻到食物的时候 为了填饱肚子 那是什么都吃 那一次表姐刚进入到山林之中 却是没有寻到食物 好在遇见了一颗熟悉的竹子 因为竹子竹节上方有着异常的颜色和凸起 这种里面多半是有着宝贝的 于是乎表姐便将这颗竹子给砍了 随着那一节的竹子被表姐叽叽打野刀砍开之后 里面便露出来了不少的虫子 别看这些虫子像是蛆一般的模样 但是这种虫子可是好东西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为了捕捉到足够多的竹心虫 表姐可是一连着就将上方的好几节竹子都给砍了 收集到了不少的虫子 不过这种虫子的数量可是没有那么多 加之表姐的食量大家可是有目共睹的 为此 接下来的时间里 表姐可是砍了五六根的大竹子 一一地收集起了竹心虫来 其中最多的一节竹子那必须要属于眼前的这一节竹子 里面的竹心虫怕是得有个五六十条之多 实在是令表姐高兴的一笔啊 开开心心的就将这些虫子给全部收了 而在砍发竹子的时候 表姐还有了惊人的发现 那便是在一颗竹子中砍出了类似果冻的一样的液体 而且还不止一根竹节里面有 这些果冻状的东西全部都被表姐给收走了 最后表姐找了一块空地升起了火堆 竹心虫部分的处理很是简单 直接用芭蕉叶堵住竹筒的开口端 然后投入到火堆之中进行灼烧即可 这样的话竹心虫不仅有着自身的美味 而且还会融入竹子的清香以及芭蕉树的味道 烤熟后的竹心虫看起来似乎还挺有酥脆的感觉 而且分量可是不小 足足地将这半根竹子装了一半的高度 接下来表姐便迫不及待地开启了美食食客 大口大口地咀嚼着烤得香脆的竹心虫 让竹心虫的香味充斥着口腔的同时 还将肚子给慢慢地填饱 而且营养还丰富 当然竹子里面收集到的类似果冻的东西 表姐那也是没有放过 美滋滋地就吃了起来 最后再来上一根竹筒水不水 那滋味真是至今都是难以忘怀呀 想到此时 一边洗澡的大表姐嘴角不由地流起了哈喇子 毕竟那样的经历太难忘了 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凉水澡 将浑身的疲惫一一地去除之后 表姐直接换上了一身碎花衣服 等待着下方的烤竹鼠走向成熟 时不时地再给竹鼠翻上一个面 让其烤到最佳状态 实在是太饿的时候 先是将烤熟的芭蕉树花的外皮去除掉 啃上几口垫吧垫吧一番 别提有多殆劲了 最后带到薯肉成熟室 再来上一块竹鼠烤肉 一口烤肉一口芭蕉树花的 吃的那叫一个美滋滋啊 这样的荒野求生 那简直是一种极致的享受啊 历经了数天的休整之后 大表姐再次来到了荒野之中 开始在四处搜寻了起来 这一次大表姐的目标明确 那便是要搞一只大典的业务 于是乎专门挑选了 较为隐蔽的洞穴搜寻 就像是眼前的这一个洞穴 直接藏匿在了一大堆的枯草下方 却是难逃大表姐的火眼金金 手握手里产的大表姐 直接便对着洞穴周边的泥土 就是一顿狂暴输出 时不时的还看向洞内的情况 而当她看到里面的生物时 大表姐常常的手里产 就有了用语之地 疯狂地对着洞内刺了起来 里面的野屋那是十分的别屈啊 面对一寸长一寸强的手里产 那是被刺得半死不活的 最后更是打算拼了最后一口气冲出来 却是被大表姐直接来上了几集当头棒盒 当场就隐恨西北 领了最新鲜的便当 接下来泥洞内这只看着头部 有些像是猪头感觉的影 就被大表姐拽着两只耳朵 开始向外拖着 野屋看起来可是不小 毕竟即便是大表姐那般狂暴的力道 拖起来也是有些费劲的 不过费劲归费劲 这样的极品好或出现 哪怕遇见到是恐龙 大表姐也是要将其给拿出来的 最终不出意外的是没出意外 这只怕是得有三十多斤的极品好 或还是被表姐给得手了 虽然这只野屋的头部很像是野猪 但是身上的毛发什么的 那就和野猪有着巨大的差异了 就连表姐也是第一次抓到这种野屋 但是看得出来大表姐那还是很开心的 因为这样的野屋拿到山下去 估计能卖个好价钱 当然 这主要还是得益于当地没有进步野屋的条例 否则的话 作为守法公民的大表姐那自然是不会干出这样的事的 除非她想实现缝纫机踩穿的生活 收拾好手离铲和背包之后 大表姐便将这只超大的野物给扛在了身上 准备拿到山下出售 不过这样的野物加上身上的背包的话 怕是得有个五十斤去了 而山路又是十分的远 一路之上大表姐也指得停停歇歇的 以此来缓解浑身的疲劳 顺便再看看这玩意的模样 至于出售的画面 大表姐觉得不宜公开 反正价值不会低于15美刀就是了 美滋滋地赚了一大笔钱之后 第二天的大表姐又来到了自己山上的玉米地内 清除完杂草后 又在玉米地里面布置起了捕鸟陷阱 干起了捕鸟的活迹 以此来解决中午饭的问题 大表姐的捕鸟技术那是十分的神奇 所有的装置就一根弓形竹竿下方绑扎上一张网 再在前面立上一面镜子 再加上一些玉米兜幼儿 这就是全部 如果鸟从弓形竹竿一侧走来的话 老色批类型的鸟便会被镜子里面自己吸引 直接冲上去的话 就会被细网直接罩住 一旦被罩住的话 再想逃跑那绝壁是不可能的 而且这只鸟被网住时 还不忘镜子里面的那只他以为的母鸟 最终等待它的便是大表姐的到来 轻轻松松地便收获到了一只个头 还算是不错的鸟了 当然 如果鸟从镜子一端过来时 老色批鸟一般比较安全 但是像这只被镜子里面吓了一跳的胆小的鸟 那就危险了 避开镜子冲向食物方式 便直接冲进了撕网之中 最终不出意外的是没出意外 当场就被大表姐给抓捕归案了 完事之后的大表姐还展示了一下手中的镜子 似乎在说这技术牛不牛掰啊 午饭的肉菜是有了 但是蔬菜又怎么能够少的了呢 这不一棵大芭蕉树便被放倒了 她身上的芭蕉树花也被大表姐给挂在了胸前 除了大芭蕉树外 这几根刚刚冒出来不久的嫩竹笋 那也是没有逃过此劫 最终和芭蕉树花成为了一根绳上的蚂蚱 而在不远处 一棵长满豆角的老树 那也是挨了大表姐一刀 断送了几根未来传宗接代的后起之秀 回到临时庇护所之后 大表姐将豆角和竹笋等蔬菜放在了炭火上端烤着 自己则是换了一身衣服 先是睡上了半小时的美人爵 缓解了一番疲劳 接下来才美美地生了个懒腰 准备起床制作今儿的午餐 由于大表姐这一次依旧是没有带上拨碗条盆 为此 这几种蔬菜的烹饪方法还是老一套的炭火烧烤 吃烧烤的话 在这大热天的内绝对是个需要大量泉水搭配的吃法 查看了一番竹筒内没有多少泉水之后 大表姐便提着筒来到了附近的山泉水储 准备搞上一大竹筒的水 好好的补一补水 这里的山泉水水量虽然因为干旱季节的原因 水量比较小 但是盛在水源干净 而且垂直的流淌路径上也是不容易被污染的 最为惊喜的是 在大表姐洗刷竹筒后 将水倒下去时 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下方有一条大鱼在坑内 见此状的大表姐可是高兴得得 赶紧地就下到下方在这水坑内抓起了鱼来 搁浅在这个位置的鱼 多半是前段时间水流量爆减之后没溜走的大鱼 这一下子倒是便宜了大表姐啊 接着这顿饭那是有鱼又有鸟 外加三种蔬菜 绝对是荒野版的豪华大餐配置了 当然 回去之前那还是得先将竹筒装满泉水的 大表姐甚至还在一边合适的位置简单地搓了一个澡 好好的凉快了一番 接着又将意外捕获到的大鱼给清理了 这样的话 回到临时庇护所时 便可以直接利用打野刀打上花刀即可 至于大鱼的烹饪方法 大表姐采取了竹筒煮鱼的方法处理 毕竟两只鸟直接被它做成了烤鸟 这鱼肉的话自然是煮了吃好 还能喝上一口鱼汤 趁着食物或烹煮或制烤的时间 大表姐便在一旁美滋滋地躺了一会 等待着食物走向成熟 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后 大表姐便将炭火上的食物一一地拿了上来 开始准备就餐了 经过一番炭火烹煮之后 竹筒里面的鱼儿倒出来后 看起来那叫一个软烂 而且还搭配有野菜 至于芭蕉叶里面包裹的东西 竟然是大表姐带来的一团大米饭 采用芭蕉叶包裹的方法加热了一番 肉食的另外一道主力那自然是烧鸟了 两只鸟被大表姐烤的那叫一个焦香四溢的 当然 炭火烤芭蕉树心那也是不能少的 将其外层一一地去除之后 便是一块细嫩的花心了 直接放在豆莢和竹笋一边 作为了蔬菜的主力部分 所有的菜式齐全之后 接下来便是大表姐的美食吃播环节 面对眼前的五六样美食 大表姐那还是一口肉一口菜 外加一口大米饭的 吃的那叫一个好不痛快 能够在荒野之中吃上五六个菜品 这样的画面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不得不说 在吃这一道汁上 大表姐那绝对是荒野独一分的存在啊 牛 那是三般的小母牛 不是一般的牛啊 美滋滋地吃上一顿 再躺在吊床之上睡上一觉 我滴个乖乖 享受啊 左去玉米地处理杂草 大表姐那是美滋滋地搞了一顿野餐 不过最令她难以忘怀的食物榜单之中 极品大竹鼠那绝对是在前三甲之中的 为此 今儿的大表姐又来到了山林之中 准备搞上一只大竹鼠姐解馋 而且许月子没有来到竹林之中的她 一上来便见到了竹鼠的猖狂 竟然在一堆竹子之间 又干起了刨坑挖树根的活 正所谓书可忍 审不可忍 在表姐眼中大山都是她的 这些竹子自然也是 见此状的表姐拿上了手电 找到了竹鼠洞进行了一番查探之后 决定今儿就要收拾里面的家伙 而且还要使用新方法来捕捉里面的竹鼠 只见大表姐先是砍了一根年轻壮士的竹子 这样的竹子腰部力量才能好 将其一端卡在两棵树木之上后 便可以用力地掰弯她那年轻的老腰 这样的话才有极大的弹力 而这弹力便是击杀大竹鼠洞内的竹鼠的主动力 弹力作用在这竹竿之上 便可刺中出来的竹鼠 理论上是这么个说法 但是制作这样的陷阱可是没有那么容易 首先最为重要的便是在竹鼠来到位置的那一刻 弹力击杀装置便能够被触发 这是整个装置的灵魂 而在触发之前 装置还需保持一个力的平衡 且这个平衡点被竹鼠都能轻易地破坏 这是其中的最难点 装置的难度极大 但是对于大表姐这样的AK荒野第一人 技术流打野小工具来说 那还是不难的 在将击杀部分的双剑竹筒装置架设在长竹子之上后 并且在周围增加了不少的木棒作为固定支架 大表姐便慢慢地将竹剑陷阱提了起来 而竹子部分也是在表姐争鸣的表情之中 慢慢地到达了满宫 借助竹剑末端的树皮连接 再回到中段的支撑竹架之上后 最后绑扎在一根木棍之上 木棍一段卡在支架横梁上 另外一端则是压在了力棍上 形成了受力平衡 而力棍之上则是由一根树皮连接到了洞内的竹剑位置前段 一旦里面的竹鼠出门 便会触发小木棍 从而引发连锁反应 让竹剑击杀下去 看看这一瞬间的功夫 怕是不到半秒钟 整个竹剑便落下了 在确保误后 大表姐又是费了一番劲 这才将整个打野陷阱给恢复了 随即便先行离开这里 后续等待着竹鼠的到来 趁着等待的时间 大表姐也没闲着 先是在附近的野果树上搞到了不少的野果 美滋滋地吃了一顿水果 接着又是拿起了弓弩 对着远处的鸟下起了手 最终来了个销魂的一发毙命 直接射中了一只绿鸟 而当她回到竹鼠陷阱处查看时 远远地便见到了装置被触发之后的模样 见此装的大表姐可是激动的一笔 赶紧地来到了竹鼠洞口处 准备查看里面是否有收获 这一看之下 大表姐可是高兴坏了 只见竹鼠洞口处有着一只巨大的竹鼠 被竹剑给扎中了 大表姐先是将打野陷阱的破坏掉 将竹剑部分提了上来 接下来便才方便将里面的竹鼠给拉出来 挨了一击双刺的竹剑 拉出来的竹鼠不出意外的是没出意外 几乎都快凉透了的节奏 这只竹鼠也是一只不错的家伙 虽然大小上比不上大表姐昨抓到的那只大的 但是和昨天那只小的也是基本上差不多 估计怎么着也得有个两斤左右的重量了 这样的大竹鼠那绝对是算得上极品好货的 可是把大表姐给高兴惨了 毕竟今儿的晚餐绝对又是一顿美滋滋的大餐了 经过几天的休整之后 大表姐又来到了山林之中搜寻了起来 并且还顺手摘了两颗芭蕉树的桃子 收获两朵芭蕉花 不过最让大表姐惊喜的是 她竟然在芭蕉林附近发现了一个有黑的神洞 依照她的经验 这种地洞多半是蜡条的洞穴 为此 大表姐一时间可谓是系上心头 当场就送走了附近的好几棵树木 将倒置的树叉垂击到地下 接着便可以卡住长木棍 在将长木棍抬起来的时候便会有弯曲 接着再利用正向的树叉作为支撑 卡住弯曲了木棍 不过这一端可不是杀伤力的一处 长木棍的另外一端 这才是最具杀伤力的一侧 将木棍拉起来之后 其砸落下来的力道可是十分的大 这个位置处最为重要的便是触发装置的设计 大表姐采用了两根倒扣的木棍 以及一根水平方向的触发卡扎 将它们合在一起作为平衡点 保持住平衡之后 一旦有猎物触碰到最下端的水平木棍 便会触发整个打野装置 将装置设置好之后 大表姐自然是不会忘记先测试一番的 拿上木棍的它 轻轻地移压水平木棍后 长木棍立马便砸落了下来 这样的速度可以说是十分的灵敏 确认了装置没有问题之后 大表姐先是将整个打野装置给恢复了 接着用树枝 将装置周边做了不少的伪装 只留下了触发卡条那一条道路 这下才算是完事 随后的一番搜寻之下 大表姐倒是没有找到其他的食材 为此这一次表姐直接替同跑路了 回到家中美美地装扮了一番 换了一身适合下水的衣服后 便来到了附近的池塘之中 在里面摸起了大田螺来 不得不说 认真干活的女人那是真的很白很漂亮 而且池塘里的田螺数量也是很给力 尤其是不少位置处 大田螺那都是三五成群的出现 这让表姐抓起来那叫一个得心应手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 竟然直接搞了半桶的大田螺 这数量怕是得有一百多个去了吧 遇到这样的好资源 大表姐那是更不想走了 直到又多抓了得有个几十只田螺后 大表姐这次结束了战斗 看看这数量 看看这质量 这些田螺那真是又大又圆了 表姐处理田螺的方法也很简单 将田螺屁股敲破之后 再好好地清洗一番 最后起锅烧油 倒入田螺 加入香料等东西进行烹补即可 不过田螺可能存不少的寄生虫 为此 烹煮的时间必须足够 可不能为了鲜嫩的味道减少烹饪时间 对于美食的等待向来都是煎熬的 但是吃到美食的那一刻 大表姐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尤其是先吸上一口鲜美的汤汁 接着再吃一块香辣的螺肉 那滋味简直是美滋滋啊 吃的大表姐那叫一个不易乐乎 好不痛快 酒足饭饱 再无忧无虑地睡上一觉 当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次日一大早 大表姐便来到了山林之中查看陷阱 结果一看到陷阱时 表姐直接给下的一击灵 因为陷阱之中赫然有着一只超大的蟒蛇 剑瓷状的表姐先是拿着木棍一晃一晃的 开始查看其蟒蛇是否还活着 一番试探之下 确认了大蟒蛇已经领了便当了 毕竟陷阱击中的是蜡条的头部 确认蜡条狗带之后 大表姐便开始收取猎物 不过这个活可是不好干 因为蜡条实在是太大了 加之旗与树枝绕在了一起 拉着起来极其的费力 但是难归难 最终大蜡条还是被大表姐给拉了出来 不得不说这条蜡条那是真大 最起码也得有个二十多进去了 而且长度的话至少也是两米五的样子 想要将蜡条拿下山去可是不容易 最后的大表姐只得将蜡条抗在肩膀之上 慢慢地拖着蜡条下山 当然这样的大蜡条也是一种值钱货 大表姐将其拿下山 自然是要拿去出售的 毕竟这么大的蜡条 单靠她自己吃的话 最起码要吃上一周 而且大表姐不是很喜欢吃这玩意 至于最后的价值嘛 大表姐只是淡淡地说 有喜欢吃的出了高价 超过了十二美刀 不过由于大表姐将蜡条出售 为此次日她又来到了山林之中 想搞点也为自己吃 而且还在一处岩石区域发现了大型野物活动的痕迹 并且是比较新鲜的痕迹 这可是把大表姐高兴惨了 尤其是在看到这一次通道的两侧都是岩石石 大表姐立马便系上心头 准备在岩石间的独路之上 设置一道鬼门关一般的打野陷阱 一旦野物经过那里 那么就等于是踏入到了黄泉路上 不过想要击杀大型的野物 打造的捕猎陷阱 那就必须要拥有十足的杀伤力 为此 大表姐制作的攻击端武器 可是采用长达一米多长的石木木棒 并且削出了半米长的尖刺 而且大表姐还须在晃荡晃荡间 在每一根尖刺木棒之上砍出两组凹槽 以方便后续组装打野陷阱 来到设置陷阱位置处 表姐先是在两端岩石上方架设了一根横梁 并且干起了周八皮的火 将几棵老树的皮都给拔了不少 利用这些树皮 表姐便可以将力柱竹子牢牢地和横梁绑扎在一起 一共有着两组 竹子中间的位置便是表姐布置鬼门关打野陷阱的位置 将两根木棒卡在三根利剑之上后 含须采用树皮进行绑扎 如此一来才能保证利剑装置的牢靠性 毕竟这部分装置要是绑扎不牢布的话 那是很难破开野猪一类生物的皮的 在处理好利剑装置部分后 大表姐便将其放置在了竹子力柱中间 并且调整好角度和高度 以及如何设置触发装置 触发装置这一部分的处理 可以说是整个鬼门关陷阱的最核心的部分 难度极其之大 不过对于大表姐来说 这样的平衡系统那是一通百通 只需要学会变通 利用树皮绑扎在利剑装置上后 再在树皮另外一段连接上一根长木棍 接着将长木棍绕过顶部的横梁 随后便可以利用绳索将利剑装置给吊起来 当利剑装置拉到最高处之后 大表姐便可以将下端的木棍拉下去 借助可活动的底部横梁卡住木棍 这样整个装置便平衡了 一旦野巫经过这里 势必会触发下端横梁 那么利剑装置便会直接砸落 将其带走 不过考虑到仅靠着利剑装置的自重 怕是还是难以给野巫造成致命的伤害 为此大表姐直接搞了两大块的石块 准备将它们用来当作配重块 为了方便放置配重块 表姐还将其绑在了树皮之上 这样的话便可以轻松地将其挂在利剑装置之上 鬼门关陷阱打造完毕之后 那么首先就得测试一下它的实战情况 随着大表姐利用木棍触发底部衡量时 利剑装置阴身而落 速度极快 整个鬼门关陷阱可以说是十分的完美 看到大表姐一脸的笑语 似乎是已经见到了野巫中招的样子 接下来大表姐又将陷阱给重新的提了上去 将鬼门关陷阱恢复了 并且还在陷阱两侧的缝隙处插上了不少的树叶 一来起到一定的伪装作用 二来将两侧的缝隙给封堵上 剩下的时间那便是等待野巫上钩了 回到家后 大表姐心情大好地换上了一条裙子 拿上鱼竿便在附近河沟钓钓起了鱼 毕竟今儿一上午都在制作打野陷阱 饿了半天还没吃饭呢 穿上裙子的大表姐似乎对于鱼儿有着致命的诱惑 这才十秒不到 便有着一条冷水鲜鱼上了钩 当场就被比大表姐给收下了 这条溪水之中的鱼肉可是不少 不过大表姐今儿主打的就是一个砖钓冷水鲜鱼 这种鲜鱼个头不大 但是肉质鲜美 最大也就能长到二十多厘米的长度 一来可就钓到了两条 可是把大表姐给高兴得一颤一颤的 而接下来的时间里 大表姐简直是开挂了一般的 下面的冷水鲜鱼可是一条接着一条的上火 有一说一 大表姐的这条鱼技术那还真是有点白呀 不对 是有点牛啊 这样的渔火 那是看到我直溜哈拉子 最终钓到五条冷水鲜鱼之后 大表姐便收手了 一来是这种冷水鲜鱼主要是地下暗河之中跑上来的 数量稀少 二来是肚子确实是饿了 该回去美滋滋地吃上一大鲜鱼了 在经过一夜的等待之后 次日一大早的 大表姐便来到了山林之中观察看鬼门关陷阱 然而陷阱之上可是空空如也 甚至就连触发那都是没有触发的 很显然 大表姐今日份美食计划或者换钱计划那是要落空了 不过作为职业打野人 大表姐还是很淡定的 毕竟不管是谁 那都不可能每一次都能打到你 而且这才过去一天 剩下还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等待 只是大表姐带来准备庄业物的贝勒 怕是要走空了 不过正所谓皇天不负胸怀坦荡的人 大表姐竟然意外地在一处隐蔽的位置 发现了一大堆的野生灵芝 一眼望去 怕是不下八九朵去了 这简直是找到了灵芝的老家呀 可是把大表姐给高兴惨了 对着灵芝就开始收集起来 最为惊喜的是 大表姐还在采集到了一株超级大火 看看这个头 看看这瓶箱 怕是没有个二三十年都长不到这般大小了 绝对是值钱货中的值钱货 而且 这里还不止这一处灵芝 在石壁的另外一侧 大表姐也是采集到了不少的灵芝 大表姐也是万万没想到 鬼门关打野陷阱虽然扑了空 但是竟然遇见了灵芝的老窝 这样的好事那还是第一次遇到了 当然 之前也不是没有采集到过灵芝 但是这样的数量和品质实在是生平第一次见到 不得不说 有时候运气来了就像是窜息 那真是指都指不住啊 最终 大表姐几乎可以说是采集到了半倍瓦的灵芝 还得数那一株了 不过这里的灵芝收购占点着实是奇葩 不论大小竟然直接混合成重 简直是看呆了我 难道不是个头越大年分越久越是值钱吗 最终大表姐采集到的所有灵芝足足一大框 总计4.5千克 也就是酒精的样子 给大表姐打来了一打钱的收益 至于有多少钱 我目测了一番 估计是不会低于30万吉普的 实在是给力啊 看看把大表姐乐的 一边数着钱 一边笑的那叫一个花枝烂颤啊 听闻隔壁大表姐最近不仅是收获到了猪头狗身的奇怪影 而且还捕捉到了一条超级大蟒蛇 最后更是直接采摘到了二三十年份的吉品灵芝 直接卖出了超过30万吉普之后 大表姐隐约有着要坐稳荒野打野第一女王宝座的趋势 这可是让大波表妹那是十万个不服啊 开局来到山林之中的她便寻到了一颗心灵纯洁的竹子 砍开之后里面可是拥有着不少的竹子果冻 这样的吉品美食可以说是大自然的馈赠 小表妹健壮 当即便美滋滋地将果冻取了出来吃了起来 这样的开局无疑是对大表姐最为有利的挑战 因为大表姐同样也是获得过竹子果冻 而在小表妹一番搜寻之下 还在附近竹子的根部土堆中 发现了一个硕大的竹鼠洞穴 这可是把小表妹给高兴惨了 毕竟开局不长便有希望收获大竹鼠 是谁谁也高兴了 正好小表妹带来的钢珠弓弩也是派上了用处 不过在利用弓弩拿下竹鼠前 还必须将其给引出来才行 引诱竹鼠的方法小表妹同样是掌握的炉火纯青 指甲盖扣洞木棍上的凹槽 便可以发出引诱竹鼠的心动的信号 趁着里面的竹鼠出来查看她的竹鼠妹妹的时候 小表妹便可以对着鼠洞打出致命一击 随着弓弩激发后 小表妹立马便开始查探起了竹鼠洞穴 然而此时在洞口处却是无法看到竹鼠的身影 按照小表妹的经验 刚朱击打下 竹鼠遭到重创后还有一丝力气向着深处退去 毕竟不可能向箭矢扎入竹鼠身体时 竹鼠很难拖着箭矢退入深处 随着小表妹不断地扩开洞口 并且利用木棍查探竹鼠位置 以及丈量深度之后 再继续将洞口扩进后 最终小表妹直接将整个右臂都全部没入到了鼠洞内 开始摸索了起来 因为刚才利用竹竿已经查探到了竹鼠的位置 果不其然 随着小表妹右臂慢慢地退出竹鼠洞时 其右手之上赫然是抓到了一只超级猛货 好家伙 小表妹抓到的这只大竹鼠可是一只大家伙 这要是不看脑袋的话 那绝对是不敢相信这是竹鼠的 说是兔子的话那绝对是有人相信 毕竟这般的体型至少也是三斤起步 收获到这样的一只极品好货 可是把小表妹给高兴惨了 毕竟这只大竹鼠比大表姐抓到最大的那只竹鼠 怕是还要大上一些 不得不说 小表妹这运气那真是绝劣 在仔细地查探了一番大竹鼠的情况之后 小表妹也是快速地收起了自己激动的心 因为目前为止大表姐的战绩总体上还是要比她好的 这个时候 还不是可以放松的时候 在将几品竹鼠装入到背包之中后 小表妹又开始在周围搜寻了起来 毕竟单论竹鼠这一块上 虽然她抓到的大 但是大表姐抓到的多呀 然而在一番搜寻之后 小表妹虽然是惊喜地发现了一个大洞 但里面却是空空如也 没有发现其他野物的情况之下 小表妹拿起打野刀便对着一颗变了新的老竹动起了手 因为这颗老竹的竹节之中可是长了不少的竹心虫 这玩意可以说是富含满满的蛋白质 加之又是吃竹子长大的 别看它像是蛆虫一般恶心 但是做好了味道可是巴适的一笔 这样的虫子用油炸之后的话 在我们这里一盘子大约50只左右 就得卖上五六十块钱 可是不便宜 而小表妹这一次可是收集到了不少 带下山去 连同这竹鼠拿出去出售 那就要一个美滋滋啊 昨儿小表妹那时既抓到了竹鼠 又搞到了不少的竹心虫 迈出去后可是不少赚 于是虎接日一大早的 小表妹便再次来到了山林之中 并且打算在这里布置下一道超级打野陷阱 因为小表妹听到有采耀人说 近期可是看到了一条巨大的蟒蛇在附近出没 目击者还不止一位 为此小表妹可是开心坏了 早早的便来到了附近 在合适的位置开启的陷阱打造工作 小表妹要打造的陷阱并不复杂 但是杀伤力必须足够强大 将一根小腿粗细的长木棍 一端利用交叉的木棍固定在地面之后 慢慢地抬起另外一端 直至最高点 这样的话 长木棍回弹时 便会有着势大力尘的垂击之力 在这一端还需固定上几组竹子和木棍 作为辅助支撑装置 而在设置平衡点之前 小表妹需要借助一组粗木棒 暂时撑着弯曲的长木棒 这组粗木棒的顶端便是整个装置的平衡点 其实粗木棒是一根拥有马蹄凹槽的半边木棒 和另外一半的木棒结合在一起的 再将马蹄形木棒慢慢倾斜到30度角后 再在地上放置上一根触发卡条 让整个装置处于微妙的平衡之中 一旦巨蟒触碰到触发卡条 上端的长木棒便会狠狠地砸落下来 这便是整个装置的打野原理 处理好打野装置 又在附近放置了一些蟒蛇喜欢的带有气味的饵料之后 小表妹便收拾好东西 先行来到了山下 查看了一番她家的玉米地 防止可能出现野猪拱了玉米的情况 直到下午的时候 小表妹这才晃悠晃悠地来查看陷阱 而当她看到陷阱处的情况时 那是直接吓得使出了屁股向后平沙落雁时 因为小表妹本来是不抱太大希望狩猎到蟒蛇的 因为蟒蛇可是精明得很 但是没想到她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竟然真的利用陷阱砸中了巨蟒 当然 小表妹也是担心巨蟒没有死 还拿出了弹弓尝试攻击巨蟒 见到巨蟒一点反应都没有之后 小表妹这才放下心来 上前查探了起来 表妹仔细看了看周围不少散落的竹子 估计都是巨蟒被木棒砸到之后无法抽身 挣扎间拍倒的 属实是恐怖 在将周围多余的竹子一一地去除之后 小表妹这才开始沿着巨蟒的尾巴 开始将其解开 这条巨蟒浑恶的花纹那是十分的漂亮 而且粗度也是堪比表妹大腿般粗细 绝对是要比大表姐前几天抓到的那条还要粗一些 在将巨蟒缠绕木棍的身子绕开之后 小表妹还抓着巨蟒的尾巴将其举了起来 本以为它的高度加上举其手来的高度 应该是有巨蟒长的 但是没想到确实还差了不少 那么这条巨蟒的长度多半是超过了三米 随后小表妹先是将木棍给抬了起来 这才将被砸到的舌头给拿了出来 这样的巨蟒可是不轻 估计得有个三十斤左右 而且长度又长 想要将其带下山去可是极其的不容易 为此 表妹只得先将蟒蛇当作围巾一般 缠绕在自己的身上 特别说明下 带了巨蟒身上 毕竟这如果是活着的巨蟒 那么这样的操作简直是厕所里打灯 找死啊 表妹的想法没有错 但是蟒蛇每一段的重量是十分的不均匀 夹只狗带了之后软啪啪的 当她站起来时才发现这样的操作很不容易控制 一不小心巨蟒就直接滑落了下去 最终表妹只得改变策略抓住巨蟒的头部 将其扛在肩膀之上 半拖半拽地拉着巨蟒向着山下走去了 这样的巨蟒 不出意外的是没出意外 最后直接被表妹给出售掉了 至于出售的价格嘛 那是比起大表妹的那一条只高不低 连着两日都有着不错的收获 尤其是巨蟒卖出了超过20美刀的价格后 小表妹可是美得很 自然也是不想错过近期的好运气 于是胡第三天的时候 又在山上对着老鼠根部劈砍了起来 根据周围动物活动的痕迹 表妹打算在这根突出来的老鼠上端 打造一个打野陷阱 小表妹这一次制作的打野陷阱 本质上是和昨天的抓蟒蛇陷阱一样 都是利用长木棒弯曲之后 产生的回弹之力来击杀野物 不同点在于这一次的打击点高度比较高 是在距离地面半米多高的老鼠根上 为此 为了防止长木棒回弹时受到力的不均衡作用 让击打位置发生偏移 小表妹那是必须在前段制作一个击打的滑道才行 完事之后便是将长木棍拉起试试其打击的力道 由于长木棍中断是绑扎在了底部木棍之上的 为此 长木棍回弹的力道可是不小 最后再按照捕捉蟒蛇的陷阱处的平衡点设置 便可以完成整个打野装置的平衡点不止 为了确定打野装置的灵敏性 小表妹还拿了一根木棍触发起了触发卡条 看看这击打的力道 那是真的十分之快呀 此时只得默默地为之后来到这里的野无木暗了 谁让她倒霉地遇见了小表妹的呢 当然 小表妹陷阱可是不能少了诱饵 而这一次的诱饵竟然是几根香蕉 好家伙 小表妹这该不会是捕捉猴子吧 毕竟这样打击的高度 外加诱饵是香蕉 猴子那是真的有可能 而且小表妹还特意地剥了一根香蕉出来 在周围的树木之上使劲地涂抹着香蕉 搞得四周全是香蕉那迷远的香味 诱饵部分处理完毕之后 小表妹又重新地将装置恢复到了平衡状态 以确保所有的一切都没有问题 做完这些之后 剩下的时间那便是交给了天鹰 看看哪个倒霉蛋会中招吧 在等待的时候 小表妹那也是没有闲着 运气极好的 她可是在附近找到了几颗野生的山竹 看着漂亮的金黄色一看就是很成熟的 将表皮包开之后 里面看起来格外的诱人 本以为这玩意应该是很甜的小表妹当即就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 然而 随着野山竹入口之后 表妹那是直接露出了痛苦面具 因为这山竹实在是太酸了 当然 山竹的酸也是有好处的 那便是给表妹好好地提了一个神 立马就来得近 准备去查看陷阱 至于剩下的几颗山竹吗 那便留给山林间的小动物去 让他们也提提神了 而随着表妹慢慢地靠近打野陷阱 突然间小表妹猛然地一击灵 激动地看向前方 随即快步跑了过去 只见打野陷阱之上 赫然有着一只黄色皮毛为主的动物 看个头的话还不小的样子 乍一看还真是像一只猴子 但是再仔细看的话毛发颜色深了一些 尤其是大尾巴可是比猴子的要蓬松太多了 此时已然可以排除掉猴子的可能啊 仔细地查看了一番之后 小表妹应该是认出了这是何物 毕竟看她激动的表情 要是没认出来的话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看到猎物的小表妹此刻那是一边面带微笑 一边开始将落下的木棍提了起来 这样的话才能将猎物的头部给挪移出来 而随着这只奇特的生物被小表妹给拿了下来之后 这下总算是看清楚了猎物的真实模样 这家伙竟然是一只超大的飞鼠 飞鼠是松鼠科武鼠族动物 又名无鼠 小飞鼠 飞鼠体侧长有一膜 能展开一膜做飞翔式跳跃 因此这才有着飞鼠支撑的 这只飞鼠的个头算是表妹预见过最大的 整个身体展开的像极了一个正方形 而且还是边长近乎40厘米的正方形 这种飞鼠的皮毛十分的漂亮 在东南亚那边 她的皮毛可是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 而且不知飞鼠的皮 飞鼠的肉也是一道稀有的野味 作为靠山吃山的老猎手 小表妹自然是越看越喜欢 脸上笑嘻嘻 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最终自然是开心地收下了这只极品猎物 而且尤其是这样的猎物 隔壁的大表姐可是没有抓到过 这才是小表妹最开心的事情了 炎日的收获也是让小表妹倍感欣慰 甚至还有那么一丝的小骄傲 为此表妹今儿决定休息了一天 不准备去打野 而是来到了自家在山上的玉米地 查看起了玉米来 这个季节下 表妹家的玉米碎那是长得十分的不错 正是吃嫩玉米的时候 为此 小表妹还特意地掰了几根嫩包骨 打算一会烤了吃 然而接下来的剑文却是让小表妹怒火燃烧 只见前面的玉米地内不少的玉米直接被咬断 玉米碎也是被吃得空空如也 就连地面之上的豆苗都遭到的无望之灾 最为重要的还是 这可不是一两株玉米 而是足足地有着十几二十株的玉米被糟蹋 剑瓷状的小表妹开始寻着地面上残留的痕迹 以及大量的玉米碎的外壳 开始寻查起来 今儿势必是想要将罪魁祸首绳之以法 或者是就地正法 在一番搜寻之下 凭借着小表妹出色的打野经验 最终小表妹那是不负众望 在一处隐蔽的斜坡上 终于是发现了一个严实洞穴 看样子这个洞穴里面的痕迹还很新鲜 想必就是里面的家伙糟蹋跋的小表妹的玉米地的 既然敢得罪小表妹 那么不管里面的野屋是什么 今儿势必是要被小表妹给上一课的 而小表妹的上课工具的原材料便是隔壁看热闹的老树 直挺挺的她不一会就直挺挺的躺下了 而且脑瓜子还嗡嗡作响的 被小表妹拿上了打野刀和木棒开始不断地敲击起来 最终的老树只感觉自己出现了树格分裂 脑子部分被劈成为了两半 小表妹将劈叉的老树拿到了洞口 大致摆放了一番位置后 接着又将老树的几根小树叉砍成了树段 一端砍出凹槽以方便后续绑扎 另外一端的话 那便是杀伤力部分了 自然是越尖锐越好 这样才能削小表妹的心头之恨 将三根木剑打造完毕之后 小表妹将其卡在了匹叉的树木之中 两端的凹槽可以很好地卡住两片树木 而后又收集来坚韧的树藤 利用树藤将三根木剑死死地绑扎在长木棒之上即可 这便是整个打野装置最为重要的装置部分 用来击杀石洞之中野屋的大杀器 将装置卡在洞口处之后 小表妹又来到木棒的另外一端 同样是利用树藤 在后端绑扎了两个位置 如此一来 将整个木剑部分抬起来时 长木棍才会有很大的弓身形变 提供足够的回弹之力 这样才能彻底地击杀石洞内的野屋 想一想眼前的这三尺钉吧 从一米多高的位置 带着势如破竹的弹力直接落下 那得有多么恐怖的杀伤力啊 只能说山洞内的野屋自己找死 竟然敢得罪小表妹 如果说木剑部分是打野装置的核心部件的话 那么触发装置便是整个打野陷阱的灵魂部 这一次小表妹在触发装置的布置上 可以说是神之一手 两片长木片 外加一根短木棍 这便是整个平衡装置的核心 一旦野屋出门 轻轻地触碰到短木棍 也就是触发卡条 立马便会激活打野装置 三尺钉耙便会落在他的身上 测试完陷阱并且将陷阱恢复之后 小表妹还不忘在周围观察一番 避免野屋能从侧面走出来 最终确保无误后 这才背着贝勒离开了这里 不过小表妹倒也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来到了她玉米地附近的一个检疫庇护所里等待 当然等待的时间可不能浪费 而且小表妹的午饭都还没吃呢 之前掰的包谷正好可以烤了吃 吃了烤玉米 再在这里美滋滋地睡上个八小时 那绝对是巴士得一笔 醒来之后的小表妹打算先过来看看陷阱 要是没有野屋就先回家 因为野屋向来是喜欢夜间出来偷吃玉米的 然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 当她来到陷阱深浅时 三尺钉耙之上赫然有着一物 见此状的小表妹可是开心惨了 当即就冲了上去查看了起来 好家伙 这竟然是一只豪猪 怪不得喜欢偷吃她家的玉米呢 豪猪这玩意和野猪一样 都是荤素不济的主 查探之后确定豪猪领了盒饭之后 小表妹便开始将三尺钉霸给慢慢地提了起来 同时将下方的豪猪从陷阱里面拖了出来 一手陷阱一手豪猪 这操作还是挺费劲的 不过当将豪猪完整地拿出来之后 小表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原本在陷阱下面看起来不大的豪猪 拖出来之后竟然是一只超级大家伙 这长度怕是都快接近一米去了 重量的话少说也得有个三十斤去了 在豪猪之中绝对是算得上是大货了 高兴的小表妹看到这般好货 那是激动地就将其扛在了肩上 同时也是感慨那十几二十株玉米走得好 大转了呀 豪猪的重量不小 加之身上的尖刺太多 小表妹扛着的时候还不小心被扎了一下 于是乎特意地将其放了下来 将逆向的豪猪毛给李顺了一番 这才又扛了起来 走了近乎二十分钟的样子 小表妹总算是回到了临时庇护所 这里可是有着贝罗的 利用贝罗背着豪猪的话可是要轻松不少 而且还安全 这样的极品好货 小表妹这个财米肯定是不会自己吃的 绝对会拿出去出手 左捕捉到的大豪猪不出意外的没出意外 小表妹拿出去卖了差不多十美刀的样子 美滋滋的她可是兴奋得很 第二天就来到了竹林之中 搞了一根大竹子准备打造一个竹筒制作的打野神器 传说中的竹筒大炮 小表妹先是在竹筒的第二段处 开出了一个长方形的槽出来 接着又在竹子的竹头短竹节部分 在第三个竹节上也是开出了一个竹子小孔洞 这个小孔洞一端截面为与竹子镜像垂直的面 另外一面则是圆弧形斜面 接着又在这个孔洞相隔一截竹子的位置处 也是开出了一个孔洞 另外在凹槽所在的面上 也是需要砍出一组扳机的孔洞出来备用 做完这些之后 小表妹打算利用打野刀 给竹子末端来一记小刀划定 开个眼 这个眼可不只是末端 就连掌凹槽端的那个竹节处 也是需要一桶打通的 它们可是竹筒大炮的弹道位置 竹体部分处理完毕之后 接下来便是要制作动力装置部分了 竹类打野装置的动力源 大部分还是都是采用竹片形变产生的弹力 就好比弓弩和弓箭 小表妹这里自然也是这般的 将砍出来的厚实的竹条一端 直接卡入到孔洞之中 接着再将另外一端 卡入到长方形的凹槽之中 此时形变的竹片因为有着圆弧斜面的存在 便不会轻易地被折断 而在小表妹不断地让弓形越来越大的时候 小孔垂直于竹子镜向的端口 便会很好的抵住竹片 这样才能让弓形竹条产生足够大的弹力 至于竹筒底部的两个扳机孔洞 小表妹则是直接嵌入了一根类型两端有卡槽的竹条 卡槽一端卡在后方的孔洞上 一段则是在凹槽下方 当弓形竹片被小表妹不断地压缩到凹槽后方时 便可以被卡槽卡在下面的小孔之中 这时候放置在竹筒前段的竹剑 便是竹筒大炮的炮弹了 底部的那个卡条便是整个竹筒大炮的扳机一般 一旦将其向上顶起来 便会将弓形竹片的前端顶出去 这样就能释放弹力 将竹剑弹射出去 这便是整个竹筒大炮的原理 当然 说那么多都是有着纸上弹兵的嫌疑 为此 小表妹特意地拿好了竹筒大炮 随意地瞄准了一番 便按下了扳机 咻的一声 逐渐就射入到了泥土之中 看尾部颤抖的样子 这深度估计是不浅了 小表妹对于自己打造的竹筒大炮 那还是非常满意的 尤其是扎入泥土的深度足够深 拔剑的时候 差点又上演了屁股向后凭杀落艳势 最后再看看箭矢上的泥土印记 好家伙 知道深 但是却是没想到有着这么深 小表妹这一次之所以打造竹筒大炮 那还是因为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竹鼠洞 此时洞口处已经被它给封上了 而且不远处 小表妹还搭建了一个竹架子 将竹筒大炮放置了上去 正正地对准了鼠洞后 又利用树皮开始将整个竹筒大炮 给稳稳地绑在在竹子之上 看看逐渐距离鼠洞的位置 那大概就只有半米的距离啊 小表妹这是打算用竹筒大炮 轰击出来的竹鼠的节奏了 不过想要做到自动出发的话 这样的打野陷阱之前表妹还是没尝试过的 一番摸索之下 小表妹便有了想法 直接在高处绑上了一根年轻的树枝 靠着这根树枝的腰部力量 适中的情况将其掰弯 并且绑上绳索勒住下方的扳机位置 一旦树枝回弹 便会扣动扳机 激发出竹箭 而树枝之所以在现在都不能回弹 那是因为被掰弯的力量 来自于竹鼠洞口处的平衡装置 这个位置只有竹鼠出门触发后 触发卡条才会释放 扣动扳机的动力源制作好之后 小表妹便小心翼翼地将弓形竹片 给卡在了竹筒大炮的凹槽内 这样一来的话 一整个的竹鼠陷阱便打造完毕了 看看这陷阱 那真是一环扣一环的 实在是巧妙的一笔 用和尚挖墙角 妙透了来形容也不为过呀 有一说一 小表妹的这个竹筒大炮打竹鼠的陷阱 那真是创意满满 甚至可以说 在打造陷阱一道之上 小表妹表现出来的创意 那可是要比大表姐强上一筹的 不过陷阱的打造也是很耗费时间 做完之后 天也快飞了 来不及下山的小表妹 只得在野外将就了一晚上的时间 直到第二天一大早 小表妹便迫不及待地前往竹林 准备看看自己的新型陷阱开张没有 远远地看向竹筒大炮之后 小表妹可是发现了弓形竹片已经激发了的 不过见识末端的情况却是看不到 这样的情况下 小表妹也是很忐忑 不过忐忑归忐忑 但是小表妹对于陷阱还是很有信心的 赶紧地上前查看了起来 见到洞内有一道身影之后 小表妹先是将洞口处的触发装置给拆除了 接着便见到了拥有着天灵盖漏风快乐的一个大鼠头 可是把表妹给激动惨了 随即慢慢地向着后方拖动着竹剑和竹鼠 由于箭矢后端的竹片的作用 这般的拖动还是有着比较大的阻力的 不过最终这只超大的竹鼠还是被表妹给拖了出来 看着这只竹鼠 表妹可是无比地开心 不仅是因为这是一只三斤多的极品大火 更多的还是因为她的新型打野陷阱成功了 尤其是打野陷阱的威力实在是恐怖如斯 看看这箭矢上的血迹 哪怕是得有着七八厘米的深度 要知道这可是作用在竹鼠的头部啊 这样的杀伤力实在是惊人 将竹鼠拿出来之后 表妹根据竹鼠的硬度看的话 推测了这只竹鼠大概率是狗呆了五个小时以上 这样的大家伙那自然是越看有喜欢啊 最后表妹自然是美滋滋地拿着竹鼠 准备回家了 毕竟之前的豪猪卖了 这只竹鼠的话 拿回家打牙剂 那绝对是巴士得一笔啊 听闻表妹将豪猪卖了这件事 大表哥那叫一个气啊 极品豪猪肉可是可遇不可求的 尤其是那般大小的好货 为此 大表哥这一次专门找到了小表妹 来到了豪猪出没的那个山头搜寻起来 一番搜寻之下 大表哥还真的有了新发现 一根豪猪毛 另外还在豪猪毛附近发现了一个石洞 按照推测 这里面大概率是有着豪猪的 为此 大表哥与小表妹一商量 决定在附近制作一个打野陷阱 看看有没有希望拿捏住石洞深处的豪猪来 美美地搞上一顿豪猪肉大餐 为了制作陷阱 二人也是分工明确 大表哥搞粗木棒 而小表妹则是在附近的老树上 收集着质地柔软韧性极佳的树藤 有了大表哥的出现 布置陷阱这个活小表妹便不用操心了 在一旁小鸟依然地看着表哥忙活就好 绑砸好树木之后 大表哥还用体重将其给掰弯了下来 以此来确认树木的回弹之力够不够用 毕竟他们捕捉的可是豪猪 而不是野鸡啊竹鼠啊的小家伙 确认弹力足够之后 小表妹则是在一旁打打辅助 闭上一些树藤 那还是很好的互动的 树藤的一段被大表哥死死地 绑砸在了木棒的端头 而另外一端的话 除了有一个大圈口的绳套外 顶部还有一根单边比较长的幽心树枝 被大表哥绑在了圈口的上方 这样的打野陷阱造型 那真还是头一次见到 绳套部分处理完毕之后 大表哥还在石洞洞口处 打上了一根带有凹槽的木棍 接着便和小表妹一起在周围砍来了不少的树枝 这些树枝主要是用于挡住洞口的两侧的 这样的话 豪猪出行的位置便只剩下中间部分 当大表哥和小表妹将长木棒掰弯下来之后 整个绳套陷阱的绳套部分便会将豪猪进出口给招住 幽形树枝便是用于卡在立棍凹槽处 让陷阱处于平衡的关键 一旦豪猪出来 便会钻入陷阱 稍微一挣扎就会将幽形树枝带出凹槽 从而触发弹力绳套陷阱 被勒住吊起来 有一说一 大表哥的打野陷阱整体上是十分的简洁 但是创意的话那是远不如小表妹的 等待的时间 二人来到了附近的临时庇护所好好地休息了一番 醒来时顺便还吃了两颗酸浆果提了提神 接着才精神满满地向着陷阱处前行 而当距离打野陷阱还有一定的距离时 大表哥那是惊呆了 远远地看去 一只大豪猪直接挂在了绳套陷阱之上 看样子是没了动静了 见此状的大表哥 先是在小表妹面前来的巨哥的活不错吧 接着便快速地冲了过去 近距离查看这只大豪猪 两人可是高兴惨了 因为这只大家伙实在是巨大 这比起小表妹前几日抓到的那只还要大上不少 三四十斤的样子 在豪猪界那绝对是天花板一般的存在 为了将豪猪取下来 二人又开始协力处理了起来 大表哥抱住豪猪 小表妹切断树藤 就这样 这只极品大货便落入到了二人的手中 一路之上 小表妹提出了豪猪价值不菲 想要出售 但是最后得到了大表哥的反对 这般的极品好货那可是难得一遇的 不吃上一顿极品豪猪肉 那绝对是对不起跑山的猎人的 小表妹一听 倒也是觉得大表哥说的有那么点道理 再说 之前自己就卖了一只 现在是不差钱了不差钱 于是乎二人便准备搞上一顿豪猪肉吃吃 吃野猪肉那必须要将野猪毛给好好的处理一番才行 为此大表哥先是将豪猪后面的尖刺给一一的拔出 接着再搞短毛 小表妹则是在后方拿上铁锅烧起了水 准备清理大豪猪 给野猪拔毛这个活可是不好处理 一不小心就得被刺扎 好在大表哥和小表妹可都是打野高手 处理起来倒也得心应手 不一会的功夫 一只浑身光溜溜的极品大豪猪便被处理了出来 看起来可是肥嘟嘟的 清理完皮毛之后 那必然是要处理豪猪的内脏的 这部分的过程实在是有些过于血腥 直接掠过吧 转眼间 整只大豪猪便被二人给清理好了 并且还将其夹在了木架子之上 搞起了炭火烤肉 不过小表妹还特意地将豪猪背部的一大片 连皮带肉的肉给单独搞了下来 也是搞成了烧烤 这块肉那可是有着三层好家伙 一层豪猪皮 一层脂肪 一层瘦肉 绝对八十得一笔 就连大表哥都直呼 在吃一道之上 小表妹那可是屁股上挂满胡 有一定的水平 就这般的 一整只大豪猪便被二人分成了两大块 架在了炭火之上整起了烧烤来 等待没事的成熟 向来是十分的煎熬 但是看着美食一步步的变换着颜色 闻着香喷喷的味道 这个过程又是十分的享受 尤其是二人身前的炭烤豪猪肉 看看这颜色 那是越来越漂亮 让人忍不住的就想要咬上一口 不幸看看大表哥和小表妹的表情 那简直盯着烤豪猪两眼直放光 哈拉子都要留一地的节奏啊 可惜烤肉还未达到最佳的熟度 为了吃到最好的烤肉 二人也只得再等一等 这点时间正好将猪内脏烹煮一番 毕竟猪内脏的烹煮时间不宜过长 否则煮老了可就不好吃了 趁着小表妹将猪内脏烫端起来的空行 大表哥可谓是年轻人不讲武德 竟然偷偷地对着烤肉就来上了两口 最后更是率先拿着小表妹的三层肉砍了起来 气得小表妹都提上了刀 这才吓得大表哥立马将烤肉归还 而小表妹则是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不过正所谓来而不枉非离也 小表妹自然也是要多来上几口大的烤肉 就这般的 二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吃的那叫一个美滋滋 也不管烤肉上面不是你的口水 就是我的口水 吃的那叫一个幸福满满啊 先不说二人到底发展到了哪一步 但是就这样的几品豪猪肉 在我们这里那几乎是吃不到的 如果能吃到的话 就这样的一只 没有个两三百美刀 那是不可能耐得下来的 最终小表妹率先吃饱 美滋滋地到旁边休息去了 而大表哥则是继续地拿上剩下的烤肉开灶 属食是特能吃的一笔啊 吃得爽歪歪之后 再好好地休息一番 那真是神仙般的日子 大表哥吃好喝好之后 这几日又不知道哪里鬼混去了 搞得这几日的小表妹可以说是心里空落落的 于是乎又准备开启她的打野生活 拿上弹弓的她 对着远处的一只鸟就来上了一季要拟命三千 当场就送走了远方的大鸟 拿上这鸟一看 好家伙 这似乎有些啄木鸟的感觉 但是却又不是啄木鸟 我估摸着越是不认识的鸟 采缝刃机的时间那绝对是越久 这只鸟在我们这大概率是三年起步的 不过好爱表妹她们那里没有这些规定 当然 这一次表妹的出行可不是为了打鸟 来到竹林的她主要是为了竹鼠 只能说这只鸟倒霉 半路上遇见了表妹 来到竹林之后 小表妹先是对着一根年轻力壮的竹子出了手 打野刀将其直接给带走 接着又是一段打野刀的劈砍 将竹子的两端由内向外的砍成了薄片 这样的话 两端在弯曲之后 便会产生巨大的弹力 这也是小表妹这一次抓竹鼠的动力装置部分 整根竹子的长度差不多的有着三米多长 可以想象一下 其产生的弹力会有多恐怖 小表妹还在中段位置 想象了一番箭矢从这里飞出去的感觉 那叫一脸的陶醉啊 完事之后 又在中段部分 将箭矢的孔洞给砍了出来 如此一来 箭矢便有了固定弹导 当然 超级大弓箭自然是少不了弓弦的 在将竹片两端切割出凹槽 方便绑扎弓弓弦之后 由于小表妹这一次并没有带橡皮筋或者绳索 为此她只得就地取材 直接干起了周八皮的活 将一棵棵老树的那层树皮给拔了下来 这般巨大的弓箭 弓弦承受的力道那是可想而知 为此 小表妹还需利用这些树皮 按照三股合一的编织手法 做起了弓弦的编织 足足地花费了半个多小时之后 小表妹总算是编织出了足够长的弓弦 绑扎弓弦睡难也不难 说不难也难 不难主要是先绑扎的一段 那是很轻松的 难的是后绑扎的一段 因为先要竹子压弯再进行绑扎 不过对于制作过不下一百组打野装置的表妹来说 直接骑在竹子上 便能将其压弯 随后轻松完成绑扎工作 最后还将多余的树皮用来包裹两端的薄筑片 就此整个弓箭便打造完成了 拿上箭矢之后 便可以直接穿过孔洞 但别说是竹鼠 就算是老虎见了 那都得连夜战票梯通跑路啊 美滋滋地尝试了一番拉旋之后 小表妹对于自己打造的超级弓箭可是十分的满意 接下来便小心翼翼地来到了之前发现的竹鼠洞附近 准备在这里伏击大竹鼠 借助鼠洞门前的两颗大竹子 小表妹先是利用树皮将弓箭给绑扎在了竹子之上 这个过程必须绑扎牢固 以免一会拉旋的时候出现意外 那就得不偿失了 随后小表妹先是将箭矢插入到了弓箭的箭导之中 并对准了鼠洞 不过就这般的苦等竹鼠出来 那绝对是费时又费力 还很难成功的 为此 小表妹又干起了撩妹的活 拿上了一根砍住凹槽的竹竿 插在了竹鼠洞旁的泥土中 接着利用指甲盖扣起了凹槽 一时间咯咯哒咯咯哒的声音不绝于耳 这声音对于竹鼠来说那简直就是心动的信号 这不 才没十秒钟 洞口处便可以查看到泥土在震动 很明显下方的竹鼠听到了声音 已经开始向着洞口出来查探了 箭瓷状的表妹又继续地扣动竹子发出了声音 随后快速地将箭矢挂在弓弦之上 接着开始向后拉扯着弓弦与箭矢 带到最大幅度之后 立马放手 而箭矢也是几乎可以说是一大半都没入到了竹鼠洞之中 被暂时还没凉透的竹鼠带着还在动 箭瓷状的表妹那是握住箭矢 就使劲地往里堆 完事之后 快速地将挡在身前的弓身给取了下来 接着便拿上了打野刀 将竹鼠洞给扩大了不少 随后才促身下去 沿着箭矢摸索了起来 最后小表妹那是不负众望 先是将箭矢拔了出来 接着又将已经狗带了的极品大竹鼠给拉了出来 这只竹鼠可以说是小表妹近期捕捉到最大的一只竹鼠了 估计的有着三斤半的样子去了 实在是竹鼠界天花板一般的存在 由于刚刚才狗带 为此看起来还是软啪啪的 可是让表妹十分的欣喜啊 再加上另外还有一只大鸟 一时间大波表妹的两只手上都是极品好货 今晚的表妹那绝对是要吃到嗨起的节奏啊 美滋滋那真叫一个美滋滋啊 都说山外青山楼外楼 打野还是大波表姐牛 这可不是吹的 毕竟看看大波表姐为了捕捉到极品野物 竟然对着土堆大干特干了起来 直接将土堆挖出了一个超大的洞穴 实在是牛掰吊炸天啊 不过大表姐的这番操作奈可是带来了极致的收获 毕竟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四五金一只的超级竹鼠王 这样的竹鼠在我们这里的话 怕是一只就要直上个上千元去了 而且这只超级竹鼠 可是被大表姐搞了个黄金脆皮猪的做法 属实是小刀滑定给我开了眼啊 看看大表姐打造的极品打野陷阱一发入魂 就知道表姐的野战实力有多强了 再看看表姐背着的极品野物 那真叫一个鸭子头顶战青蛙 顶呱呱呀顶呱呱 而且大波表姐可不只是对于大型猎物的捕捉 有着一套打野办法 对于小一些的猎物来说 大表姐打造的捕猎陷阱呢更是不拘一格 实战效果那可以说是荒野独一分的存在了 看这陷阱的效果吧 那真是小刀滑屁股 给我开了眼啊 除此之外 大表姐那也是种田的一把好手 种植的庄稼更是生长得十分之好 那些想要悄悄染指大表姐的庄稼的小东西些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到大表姐的怒火 直接实现少走半辈子弯路的梦想 好了话不多说 大波表姐的打野生活第二集正式开始 作为重新回归打野生活的极品大波表姐 那开局自然是要足够炸裂才行 为此 大表姐可是在山林内转悠了足足的三个多小时的时间 时不时的还得在树上留下印记 以此来防止迷路 最终靠着猎人的嗅觉以及女人的第六感 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地方有异常 因为地面之上有着野物活动较为新鲜的痕迹 为此 大表姐决定在这里布置一个打野陷阱 看看有没有运气能够收获到一只极品野物 想要布置捕捉大型野物的陷阱 向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一般来说可以选择挖出深坑 或者是制作杀伤力很大的攻击型陷阱 考虑到在这里挖出大的坑洞可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 大表姐还是决定利用收集来的树木和树藤 打造出一个攻击型的打野陷阱 这也是她最为擅长的 借助几颗水平方向基本上一致的树木 便可以将长木棍卡在里面 随即将长木棍的异端调整到略低于膝盖的高度 并且利用树藤将其绑扎在树木之上 由于长木棍主要是提供打野时候的攻击动力 为此产生的形变可是巨大的 力量自然也是很大 因此绑扎树藤时 大表姐可是足足地用了三根树藤进行绑扎 这般两段绑扎的方法可以很好地固定住长木棒 至于长木棒的头部那边是在掰弯它的时候 力举最大的位置 而且为了防止木棒头部回弹时发生偏移 大表姐还在旗下部绑扎了一根作为滑道的木棒 这样的话 长木棒回弹之际便有了固定的运动路线 做完这一部分之后 接下来大表姐便开始处理起木棒的端部 在上面砍出凹槽 以便于随后凹槽处加装上整个打野装置的攻击武器 处理长木刺 长木刺的制作方法也是极为简单 只需利用打野刀将其一端削尖脑袋即可 不过肩部的长度可是不能过短 保持在一尺左右的长度便是最佳长度 毕竟这可是用来攻击大型野兽的 过短的话 有可能扎中石扎的不深 过长的话有可能出现折断的情况 而像表姐手中这般的长度 那可以说是刚刚好 处理完长木刺之后 便可以利用树藤将其绑扎在长木棍端部的凹槽之中 由于长木棍之上有凹槽 加上木刺在削尖脑袋前也是被大表姐砍住了凹槽 为此绑扎时只要凹槽间互相卡住 再加上树藤绑扎那还是很牢固的 当然绑扎好之后 那必须将陷阱拉开 看看攻击效果才行 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 经过大表姐的几番测试之下 整个攻击部分可以说是十分的有效 这样的话 大表姐便可以来到打野装置下一步的处理当中来 这个时候主要是制作触发装置了 在攻击端后面固定上一组木棍后 便可以利用绑扎的树藤将打野装置给拉到后侧来 一旦装置被触发 长木刺便会飞速击射而去 而触发装置则是两根绑扎上了树藤 将一根木棍固定在长木刺正前方15厘米的地方 另外一段的木棍则是在产生弹性形变的长木棍前段 中间卡上一根木棍形成受力平衡 两根立起来的木棍中间有着一根树藤 一旦野物触发树藤时 便会拉动立起来的木棍 一瞬间就破坏了打野装置的平衡 而长木刺便会直接击杀而去 至于效果到底怎么样 看看大表姐那根木棍当野物触发树藤试试吧 不得不说 大表姐的这个打野装置的灵敏度实在是太高了 仅仅是一小根木棍便可以轻松地将打野装置的平衡给破坏掉 而长木刺的击打速度和力度 这怕是老虎溅了的流泪 狮子看见会心碎的节奏啊 确保了打野陷阱没有问题之后 大表姐先是重新地将陷阱给恢复到了平衡状态 之后又砍来了不少的树枝 在陷阱周围筑起了围挡来 这样的情况下 一旦野物途经此地 那么便会有极大的概率走到树藤位置 从而触发陷阱 而且大表姐也是在树藤位置下方的干树叶内放了一些食物当诱啊 这般的操作之下 想必会大大的提升打野的成功率吧 做完这些之后 大表姐便回家吃饭了 准备明日再来查看陷阱 毕竟大型野兽一般喜欢夜间触没 等待了一天的时间 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来后 大表姐那时带上了弹弓和打野刀便回到了山林之中 一番搜寻之下 大表姐可是激动地发现了打野陷阱被触发 不过上前一看的情况下 竟然发现陷阱之上空空如也 但是仔细地查看后 却是又发现了长木刺之上可是有大量的血迹 这必然是击中了野物 于是乎表姐赶紧地循着血液的痕迹 在四周搜寻了起来 果不其然 在大表姐沿着血迹搜寻了不到20米的地方时 发现了一头巨大的野物一动不动地躺在了地面之上 这可是把大表姐给高兴的 赶紧地就上前查看了起来 这似乎是一只麋鹿 又有些像是山羊的感觉 不过当大表姐将它拖到开阔地带之后 才算是真真切切地看清楚了这只大家伙 这可是一只超大的麋鹿 估计怎么着也得有个六七十斤去 实在是巨大无比 由于鹿角看起来只有一点点的高度 为此刚才大表姐一度以为这是一只野山羊 没想到竟然是一只麋鹿 在当地麋鹿可是允许捕杀的 而且价格可是要比野山羊高上不少 有了这只麋鹿的话那绝对能卖出一个好价钱的 想到这里大表姐可是激动惨啊 赶紧地收集了树藤过来 将麋鹿的四肢按照两只为一组的绑在了一起 毕竟这样的话大表姐便可以借助两两绑扎好的前后筒 直接当作背包的两根背带将麋鹿背起来 这操作要是被昆昆看到的话 搞不好还会说大表姐是在模仿她的背带托 好在大表姐可是没输中分 不然还真说不清了呀 这只麋鹿实在是太大了 即便是长期打野的大表姐 那也是背着走了半个多小时就得好好地休息几分钟 实在是太累了 不过这一切的累那都是值得的 因为只要大表姐将其拿到山下 送到市场去出售的话 那最低也得有个几十美刀去了 要是遇见爱好这一口的人 估计上百美刀那也不是没有可能 想到这里的话 大表姐浑身便充满了力量 那是腰部酸了腿不痛了 走路也有劲了 背着几品大野物又开启了新的回家之路啊 左的大表姐可以说是风光得很 捕获到一只大麋鹿直接迈出了天价的消息 那是在村里疯传了起来 一个个的都羡慕不已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在羡慕大表姐的时候 大表姐已经早早地来到了山上的竹林之中 对着一处树林下方的大洞探查了起来 因为这可能是一只大竹鼠的鼠洞 不得不说 这真是比你优秀的人还在努力 比你富有的人还在拼搏 光是羡慕有个屁用啊 还是得找准方向 抓住石鸡 石干才是硬道理啊 为了能够有机会捕捉到 那个巨大的鼠洞内的竹鼠 大表姐可是先收集了不少的树皮 并且将树皮的内层给扒拉了下来 这些树皮的柔韧性极佳 短时间内用来当作绳子那是足够了的 另外 大表姐还搞了一根长木棍 将其一端固定在地面之上后 另外一端直接卡在了 砍出凹槽的大树身上 并且采用了大量的树皮进行绑扎 绑扎好之后 便可以借助长木棍弯曲之后的回弹之力 作为捕捉竹鼠的主动力 大表姐先是在洞口好好地调试了一番位置 以确保回弹时不会处理偏移的情况之后 便在鼠洞口处敲击下了一根短木棍 借助短木棍和旁边的竹子后 又在它们之间绑扎上了一根短竹子 这部分的绑扎必须牢固可靠 否则便可能出现被形变的长木棍拔起来的情况 处理好这部分装置后 大表姐又在长木棍末端绑扎上了一根树皮 并且将长木棍拉弯 拉下去调试最为合适的弯曲位置 一番来回的比划之后 最终确定了弯曲位置的大表姐便要开始处理触发卡条部分 这部分可以说是整个打野装置的灵魂部分 只要竹鼠一旦接触到触发卡条 打野装置便会被触发 洞口的绳套同时被拉扯起来勒住竹鼠 可以说是一点错都不能出现 哪怕是慢上个半秒钟 竹鼠都可能逃走 为此 大表姐在这一步的布置之上那是煞费苦心 足足地花费了两分半的时间 才算是将陷阱布置完毕 随后还是老规矩 布置好的陷阱必须进行一番测试才行 于是乎小木棍便充当起了竹鼠的角色 只见木棍在触碰到触发卡条的一瞬间 整个打野陷阱就直接启动了 一瞬间小木棍便被勒住拉了起来 这样的打野陷阱呢绝对是十分成功的 完事之后 那自然是要将陷阱给恢复了 而且大表姐还在竹鼠的洞口布置了很多竹子 这样的话竹鼠一旦想要出来 那必然是要碰触到中间的触发卡条的 可以说是路过这道陷阱的话 那大概率是会实现少走半辈子弯路的梦想的 为了让竹鼠更快地出来 大表姐还在竹鼠洞口前段的泥土下 放置了一些炒玉米作为饵料 最后便在一旁悠闲地坐着 等待着竹鼠的出门 不过这一等可是时间不短了 估计是大表姐刚才布置陷阱的动静太大了 搞得表姐睡醒了又睡过去 竹鼠都还没出来 不过在又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随着一声巨响 打野陷阱那时直接弹射起步 一瞬间便见到一道黑影随着绳套飞舞了起来 而大表姐也是立马便被这声音给惊醒了 赶紧地上前查探了起来 好家伙 只见一指得有三斤多重的极品大竹鼠 那时直接被绳套给乐住了脖子 可是把大表姐给高兴惨了 毕竟这般极品的大竹鼠上次抓到的时候呢还是在上次 这样的大竹鼠 它的肉可是肥美得很 可以说是极致的野味之一的 大表姐那时迫不及待地便拿上了打野刀 直接将大竹鼠身上的树皮给割断了 随即滴溜着大竹鼠的尾巴 看着肥瘦的竹鼠 那嘴角的泪水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想必今儿这一顿竹鼠大餐那是少不了的 想着想着 大表姐便迫不及待地带着竹鼠下山了 当然别以为大表姐只会打野 其实大表姐在种田一道之上那也是十分厉害 眼前的这一片翠绿那可了不得 这可是大表姐的汗道 现如今已经是抽到碎的时候了 为此大表姐可是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 时不时的就得来住上个半天的 以防只有着其他动物来偷吃道骨 而大表姐手中的过节之上 便是上一季收获的汗道产出来的大米 这可是大表姐最为喜欢吃的主食之一了 将大米清洗之后 便可以加入到小黑锅之中进行烹煮 作为大表姐今日的餐食 趁着煮饭的时间 大表姐还美滋滋地搞了一颗菠萝出来 在打野刀的咔咔就是一顿造之下 便搞出了一盘水果来 最后的这一餐便是香喷喷的大米饭 搭配上甜滋滋的菠萝了 午餐虽然简单 但是对于看守盗补的大表姐来说 那吃的还是极其开心的 不过这一顿少了一些肉食的情况下 大表姐自然得考虑在下一顿餐食之中 添加一道肉菜 于是火 大表姐可是换了一套方便打野的衣服 在附近的竹林搞了不少的竹子 准备制作竹子打野陷阱 利用打野刀将竹子砍出了 三节七厘米长的竹筒后 大表姐又在竹子的侧面 搞起了开孔的工作 并且在竹子立面之上 砍出了一片平整来 这样的话放置在地面之上 才不会出现滚动的情况 一番操作之后 大表姐可是先后将三个竹筒都给处理好了 并且仔细地检查了一遍 以确保没有瑕疵后 大表姐这才收起了竹筒 这一次大表姐布置陷阱的地方 可不是在山林之中 而是在这汉道道田内 这个时候的稻碎开始慢慢地上僵了 也因此极容易引来鸟类的偷吃 尤其是殃鸡一类的鸟 大表姐先是选择了一块平整的地面 将三个竹筒放了上去 接着又在竹筒两侧 依次的敲击进去了四根竹签 其中两边的两根较高 中间的两根较低 并且两端的两根竹子至上 卡上了一根水平方向的竹条 并且绑扎牢固 最后大表姐还拿出了一根细绳子 在绳子末端打上了一个绳套 随后将其给绑在了竹筒孔洞的正下方 而绳套部分则是在穿过竹筒上的孔洞后 放在了竹筒内部 这个时候大表姐还必须将绳套调整好 让其沿着竹筒内壁布置起来 这样的话一旦鸟走进去 奔跑时便会被绳套勒住 为了让鸟走进竹筒内的盖力增大 大表姐先是在竹筒两侧布置了不少的竹签栏目 接着又收集了不少的杂草 布置在了竹签的两侧 这样一旦央鸡经过这里 便会有极大的概率进去竹筒内 布置好陷阱之后 大表姐可是躲在了七八米开外 用草丛伪装了起来 此时的她使出了独门绝技 口中开始发出了奇特的声音 这声音可是不一般 是一种专门吸引羊鸡的声音 而随着大表姐不断地发出声音之后 不多时候 一只羊鸡竟然真的被吸引了过来 羊鸡也是神奇 竟然还真的就这么地冲进了竹筒之中 奔跑时便被绳套给勒住 见状的大表姐那是三步并做两步 直接施展起了老鹰抓小鸡的神法 当场就将羊鸡给抓在了手中 虽然这只羊鸡的个头不大 但是考虑到这家伙可是有祸害盗骨能力的 大表姐还是决定先将其给收了 不过随后的一段时间内 确实再也没有羊鸡的到来了 可见这种鸟类警觉性可是不低 大表姐见状也只得将打野陷阱给拆了 毕竟这一操作下来 估计其他的羊鸡短时间也不敢出现了 虽然是瘦了羊鸡 但是个头实在太小 肉也没啥 大表姐还是换了一个地方将羊鸡给放了 至于吃肉的事 那只能换个方向了 不上山的话 那么就得下水才行 相较于上山打野的难度来说 捕捉河鱼可以说是要简单不少 而且这两天天气可是极其的炎热 在河边捕鱼可是凉快的一笔啊 为此 大表姐那是带上了特殊的鱼饵来到了河边 并且砍来了几根树枝 准备打造一个全自动钓鱼装置 选择了一处极佳的位置之后 大表姐先是将长木棍一端削僵了脑袋 这样的话才能稳稳地插入到水底淤泥之中 随后则是将短的一根木棍插入到了另外一侧的水底 拉扯长木棍上的鱼绳之后 大表姐可是好好的估算了一番自动钓鱼装置的卡槽位置 这个位置的计算可以说是十分的重要 既要考虑长木棍有着足够的弹性形变 又要确保卡槽位置不被河水淹没 做完卡槽又在雨伸之上绑扎上一根触发卡条之后 大表姐便尝试着将触发卡条卡在了卡槽内 看起来效果应该是十分不错的 之后大表姐这才拿出了准备已久的极品钓鱼饵料 一颗颗飞缩的蛋白质如虫 这种虫子的蛋白质含量可是不低 当地人喜欢用油炸的方法烹饪 吃起来嫩是嘎嘣脆鸡肉味 不过却是被大表姐奢侈的用来当做了钓蛮 不知好自动钓鱼陷阱之后 炎热的天气下 大表姐直接坐在了凉意满满的河水之上 一时间可谓是十分的舒适 这人一旦舒服起来 那基本上就是想躺平的 大表姐那也是不出意外 直接就在一旁瞇了起来 不过正当她一只脚刚踏进梦乡的时候 自动钓鱼装置却是一下子就弹了起来 而且尾部还挂着一条鱼儿 这一下可是直接将大表姐给惊醒了 看着眼前的鱼儿可是高兴得很 直接上手抓了过来 仔细地查看了起来 大表姐这自动钓鱼装置那是真的不错 首站便是一条大罗飞鱼 可是把大表姐激动地手舞足蹈着 毕竟今儿的晚餐那是有了 而且还是一条大鱼 有了收获的大表姐也不贪心 收起罗飞鱼后便离开了钓点 来到了岸上之后 开始清理一块地方出来 准备就在河边烹饪罗飞鱼 毕竟炎炎夏日 在河边吃饭的话 那绝对是十分凉爽的 大表姐先是拿出了带来的镰刀 先是对着罗飞鱼的鱼鳞发起了进攻 将这条一斤多的罗飞鱼鱼鳞 那是刮得一片不剩 这样吃起来的话 口感才是最好的 由于新鲜的芭蕉叶很容易破碎 略微地将芭蕉叶烤一下之后 这样的芭蕉叶在柔韧性上便会好很多 将清理干净后的罗飞鱼 放置在芭蕉叶上之后 大表姐又将附近收集来的一些野菜和香料搞碎 放在了罗飞鱼上方 这样的话一来可以去除罗飞鱼的腥味 二来则是可以吃到这些富含维生素的蔬菜 至于罗飞鱼的烹饪方法 那还是当地人最为喜欢的包烧做法 芭蕉叶包烧罗飞鱼 这种烹饪法的好处便是鱼肉细嫩多汁 比起烤鱼来说口感上会更好 等待鱼肉成熟的过程可是漫长的 但是为了吃到美食 所有的等待那都是值得的 最后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包烧之后 大表姐那是迫不及待的 一层一层地将芭蕉叶给打开了 随着芭蕉叶的打开 一股子极致的香味直接扑面而来 而大表姐也是直接开启了她的荒野大餐 将一块块软嫩多汁的鱼肉送入到了口中 充分地混合着香料的鱼肉可以说是香甜可口 吃的大表姐那叫一个美滋滋啊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就将这一条罗飞鱼的面给吃完了 很快地又开启了了B面滴锡 一分钟之后 大罗飞鱼便只剩下了一根竹骨 不得不说 大表姐的食量那是真的不一般啊 休息了一晚上之后 索尔美滋滋吃上包烧鱼的大表姐 今儿可算是上山了 主要原因还是昨天的肉没吃够 今天打算来到山林之中搞点野味打打牙记 而大表姐今儿带来的打野神器可是不一般 竟然是钢珠弹弓 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倒霉弹 在一番搜寻之下 大表姐似乎是发现了远处的树上有东西 不过这第一发貌似打偏了 这对于大表姐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 于是乎第二发钢珠直接飞射而出 一时间只见到树上一只未知的生物跌落了下来 不出意外的 这还是被大表姐给送走了 随即 大表姐快速地来到了猎物掉落的位置 好家伙这竟然是一只大松鼠 可是把大表姐给高兴坏了 当即就收下了它 不过随后的半个多小时里 大表姐可是没有了新的猎物发现 但是倒是遇见了一棵开满了花朵的树 这种树的花朵可是一种极佳的食材 大表姐也不上述摘取 而是直接就在地上捡起了掉落下的比较新鲜的花朵 最终足足地搞了一大一豆 这才离开了这里 今儿的这顿餐食不出意外的花 便是这只大松鼠和一大堆的花朵 大表姐先是收集来了不少的木材 将其放在了平整的石块之上 准备在这个位置生火搞野餐 毕竟这里距离水源也就只有几米的位置 可是方便得很 随后 大表姐先是好好地给松鼠做了个检查 确定外观上没有什么病变后 大表姐便开始处理起了松鼠的毛发来 利用炭火制烤之后 便可以比较容易地将松鼠的毛发给脱下来 这不 不一会的功夫 这只松鼠便只剩下了一些细小的毛发 再在炭火上灼烧一下 这些小的绒毛便会被彻底地清理掉 随后大表姐便将松鼠拿到了水边 先是好好地清洗了一番 将烧焦的鼠毛以及松鼠的内脏给去除掉 接着又将松鼠拿到了芭蕉叶上来 开始在上面切割出大量的花刀来 这样的话一来是一会处理松鼠时容易入味 二来是烹饪起来更容易熟透 本以为大表姐除了松鼠外只有花朵时 没想到她带来了不少的葱姜蒜和辣椒 不愧是打野女王 野炊也是十分的讲究啊 之后大表姐可是将松鼠直接给送到了竹筒内 并且将葱姜蒜辣椒 以及大量的黄色花朵蟹都散入到了竹筒之中 最后放入到了火堆之上 利用竹筒隔着火源进行烹饪 这样的烹煮方法 所需的时间可是不短 暴热的山林之中 守着山泉不用那简直是犯罪 这处水坑的位置也是极佳 上游的山泉水刚好落在这个位置 水深大概有个半米多深 泡澡简直不要美滋滋 为此 大表姐那是直接嗅起了美被 美滋滋地泡在了山泉水之中 感受着无比痛快的凉意 美美地泡了一个凉水凿好 竹筒那边的烹饪时间也是差不多了 打开竹筒盖后 里面的香味可以说是十分的诱人 而大表姐则是快速地将竹筒取了下来 把里面的松鼠给倒了出来 随即开启了今日份的荒野松鼠肉大餐 松鼠肉十分的美味 在搭配上带来的大米饭 一凉一热可以说是搭配的相得益彰 吃的大表姐那叫一个美滋滋的 毕竟在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澡之后 又能吃到极品的美食 我想这绝对是每一个荒野求生者 都希望在炎炎夏日里面能够过上的日子吧 爽啊 本期大表姐开局便是暴击 直接展现完美身材与力量的结合之美 手握战斧的她 那是对着超大的棕榈树劈砍了起来 打算搞一颗棕榈树芯吃吃 最终历经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切换了36118种姿势 也就是传说中的阿威18式 并且挥舞了7749下暴击 最终总算是将棕榈树那些嫩的树芯部分给劈砍了出来 这种棕榈树芯含有大量的淀粉以及糖分 既可以少量的生吃 也可以磨成粉末浆里面的淀粉给提取出来 味道十分的不错 可以说是一种大自然的馈赠 而像大表姐手中这般粗细的极品棕榈树芯那还是比较少见的 一般能有这般的一半粗细 那已经是十分的不错了 为此能够收获到如此粗壮的棕榈树芯 大表姐可是开心得很 美滋滋的将其砍断之后 直接抱在了怀中 来了一招怀中抱妹杀的感觉 不过光有蔬菜没有肉 那哪里能够维持大表姐的地的呢 为此 次日的时候 大表姐可是换上了她的打野战袍 并且戴上了公母 直接来到了山林之中 接着势必要好好地搞上一两只野物美滋滋的打打牙记才行 大表姐先是对着一棵年轻的棕榈树动起了手 毕竟砍出来的树芯味道真是没得说 这里可是一棵年轻的 估计口感会更加的细难 大表姐自然是不会放过的 毕竟陷阱这些早就布置好了 剩下的时间等着也是白等着 不如搞点食物来得快乐 在收集到一根棕榈树芯之后 大表姐便开始前去收取竹甲子了 这一次她可是布置了不少的成品竹子陷阱的 这种竹甲子主要是用来捕捉眼前的这种山鼠的 这不第一个和第二个甲子上 那都是稳稳地命中了一只大山鼠 可是把大表姐给高兴惨了 而第三个竹甲子之上的山鼠那就更加肥瘦了 简直像是一只小兔子一般 实在是肥美得很 三个甲子命中三只山鼠 这样的运气实在是太厉害了 不过大表姐今儿的运气来就像是窜息 纸都纸不住 不仅是第三个甲子中货了 就连随后收取到的第四个甲子和第五个甲子之上 那也是没有一个是落空的 并且还都是极其肥瘦的山鼠 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最终将所有的山鼠甲子收取完毕之后 表姐可是搞到了一大堆的山鼠 而大表姐也是调皮的开始将每一个甲子都布置在了地面之上 这是要好好地展示一番自己的打野成果的节奏啊 不仅如此 完事之后大表姐又将山鼠一一地取了下来 最后整齐地摆放在一起 说什么一家人就得整整齐齐地在一起才行 顶呱呱我直呼顶呱呱 那真是鸭子头顶站青蛙 大表姐这还真是杀鼠猪心的节奏啊 真是得罪了谁 那也不要得罪大表姐啊 最后大表姐还将所有的山鼠放置在了几张大树叶之上 好好地包裹了起来 想必拿回家之后 那必然又是一道经典的美食了吧 美滋滋地吃了一顿山鼠大餐之后 大表姐那可是意犹未尽 于是乎次日又上了山 大早上的上山有个好处 那便是虽然是夏日 但是气温不会太热 而且山泉水也是极其的凉爽 即便是斜刘海的发型 那也是不会激汗的 这样的发型对于大表姐来说还是很少见的 毕竟平日里因为天热 干活容易出汗 她直接露个大额头 来到丛林之中 大表姐选择了一处不错的位置后 先打造的陷阱是一组绳套陷阱 绳套陷阱的布置 大表姐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了 借助长木棍腰椎肩盘突出的力量 在回弹的时候便可以将绳套给低了起来 而触发平衡卡条的猎物便会被绳套直接勒住 最后被吊起来 布置好陷阱之后 大表姐还是照常的采用了木棍测试了一番陷阱 以确保这样的打野陷阱没有问题 最后才重新的将打野陷阱给恢复回去 并且还在陷阱周边布置上了很多的木棍 同时又在陷阱进口处留下了一道通道 这样的话猎物经过这里时 便有着极大的概率走进陷阱 当然 陷阱处还需放置上诱饵才行 这一次大表姐可是拿来了好几根的香蕉 当作诱饵 香蕉诵饵可是野猪啊猴子啊 这一类野物的事物 随后大表姐又继续地在附近寻找合适的位置布置陷阱 原本是计划继续打造神套陷阱的她 在看到这一处树木时 却是有了新的注意 这是一棵带有弧度并且倾斜着向上生长的大树 看着弧形凹槽位置处 大表姐那是灵感爆炮 准备设置一种号称是断头台的打野陷阱 打造断头台打野陷阱的话 首先必须得在树木两侧固定两根立柱才行 接着还需在两根立柱顶部架设一根横梁 这可是断头台陷阱的受力感 有了受力感的话 那么力量的来源自然也是不能少的 而眼前的这块巨石的重力 便是力量源泉了 大表姐先是利用敲碎了的竹子作为绳子 将石块给绑扎好 并且尝试了一番石块的重量是否足够 在确定重力足够大之后 便将石块扳上了树上 并且增加了一组敲碎的竹子作为另外一根拉绳 拉绳其实也是断头台的攻击部位 借助吊起来的石块重力便可勒住猎物 当然 最为重要的点还得是平衡装置部分触发卡条的设置了 将石块和拉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 并且在中间卡上一个触发卡条 同时触发卡条和两根立柱组成的门架之间利用木棍卡住 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即可 一旦猎物触碰到触发卡条 石块便会向下坠落 从而拉动拉绳勒住猎物 看看大表姐的测试效果 那是相当的哇塞啊 经过测试无误后 大表姐先是将陷阱给好好地恢复了 接着又再拉绳两侧 分别放置上一根香蕉之后 整个陷阱便制作完成了 剩下的便是等待猎物上钩了 这一次 大表姐可是没打算第二天再上来查看 而是在附近找了一处距离水源不远的地方 先是搞了一个芭蕉树叶庇护所 毕竟中午的太阳实在是太大了 热得发慌 看看大表姐就连斜刘海都给收了起来 长库那也是直接不要了 一时间变凉快的多了 而且还在周围砍来了一两根竹子 准备将竹子敲碎之后打造一些捕鱼竹笼 毕竟就在水流旁边 要解决中午饭的话 那么捕鱼的话绝对是最为有效的办法 大表姐打造捕鱼竹笼的方法也是很有创意 直接利用收集来的树头 在一边敲碎的竹子上编织起来 这样的话便可以快速高效地打造出一个捕鱼竹笼来 不得不说 大表姐这鱼笼打造技术那真是屁股上挂暖壶 有一定水平啊 剩下的竹子 大表姐可是如法炮制 最终一共制作了三组捕鱼竹笼 效率那是高的吓人 拿上捕鱼竹笼之后 大表姐便来到了附近的溪流之中 开始搜寻起合适的位置 布置捕鱼竹笼 由于这种捕鱼竹笼是没有设置进口大出口小的鲸鱼口的 为此布置时需要将其放置在水流由高到低急速流动的位置 再加上利用石块在进口处设置一道到八字的蓝水口后 一旦鱼儿流过此处 便有极大的概率被冲到鱼笼之中 先后将三个捕鱼竹笼布置好 又在河边美滋滋地泡了一回凉水后 大表姐这才回到了庇库所 并且在一旁提前升起了火堆来 这样的话 一会收取到鱼儿后 便能直接碰饪了 美滋滋地在庇护所内睡了两个多小时后 大表姐那是睡爽了 不过火堆也烧得差不多的了 好在还有不少的木炭燃热 不然还得重新生火 随后的大表姐便沿着溪流来到了鱼笼放置位置 当她将第一个鱼笼收起来后 立马便看向了笼内的渔获情况 似乎还不错的样子 将鱼儿倒出来之后 可是有着三四条四五厘米长的溪石斑 溪石斑的个头一般就这么大 但是味道却是十分的鲜美 这可是让大表姐迫不及待地 开始收取第二个鱼笼去了 这个鱼笼内一共倒出来的三条溪石斑 比起第一个鱼笼要略微差一些 主要还是在于这几条溪石斑的个头要小一些 至于最后的一个捕鱼竹笼吗 一看大表姐满脸的笑意就知道 肯定是不错的 不过当大表姐将鱼货倒出来之后 没想到竟然只有一条鱼 但是再看看 好家伙 这条溪石斑实在是巨大无比 怪不得大表姐那么开心 收取到鱼货 又将鱼笼重新放置回去之后 大表姐便提着所有的鱼货回到了庇护所 接着拿上了竹签 将这些西石斑一一地串了起来 估计是搞烧烤的节奏了 不过原以为大表姐是单独烧烤 却是没想到 她又将所有串起来的鱼儿 夹在了一组竹条纸上 这样烧烤起来的话 西石斑才不会出现变形的情况 不得不说 大表姐这一手烤鱼的功夫 那是相当的乐得呀 经过一番烤制之后 一整串的西石斑耐烤的叫一个焦香四椅 表皮之上的鱼鳞都烤出了爆炸的感觉 十分的诱人 而大表姐则是拿出了带来的大米饭 搭配上西石斑吃了起来 而且为了吃起来更加有味道 大表姐还带了不少的野山椒 这样的荒野大餐 那真是极致的享受啊 美美地吃了一顿大餐 在好好地休息了一晚上之后 第二天一大早的 大表姐便开始前往布置的陷阱处 查看起了陷阱来 可惜的是第一个绳套陷阱处 虽然陷阱被触发了 但是绳套却是不翼而飞 这必然是勒住了大型野物 但是野物的力量太大 直接扯断了或者咬断了绳子逃走了 可是把大表姐给得气的呀 好在来到第二个断头台陷阱处 大表姐远远地便见到了 陷阱之上有猎物 靠近一看 这似乎是一只又累的野物 而且个头还不小的样子 要是连上尾巴算的话 估计得有个一米多长去 这下大表姐刚才的消失快乐 可是又回来了 赶紧地拿出了打野刀 将竹子拉绳给割断之后 最后大表姐那是愉悦地 提起了这只极品野物来 因为在当地 这种幼类是不受保护的 允许捕捉的 为此 大表姐那自然是美滋滋地 收下这只大货了 毕竟这样的猎物 拿到市场上去可是不便宜 即便是大表姐那 也是舍不得自己吃的 尤其是这还是一只 品项完好的大家伙 但是完整的毛皮那绝对不便宜 有了这只极品好货的到来 大表姐那自然是 不会继续留在山上 而是快速地将其 扛在了肩膀之上 准备下山出手 不过扛着猎物的时候 大表姐可是听到了 一些奇怪的声音 于是乎一路之上 她可不得不小心啊 毕竟可是听说过不少 关于黄皮子的神秘传说 虽然这只又不是黄皮子 但是万一也有类似的传说呢 不过幸运的是 这一路都没有出现意外 但是由于这一次的 极品野物被大表姐卖了 于是乎第二天的 大表姐指的吃素 而她的素便是 各种野生的蘑菇 尤其是鸡宗菌为主 山坡之上那是 长满了鸡宗菌 挖的大表姐那叫 一个不易乐乎 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 就能够收获到 大半被摟的鸡宗菌 这可不是哪里都有的 在我们这里 500克的鸡宗菌 都到了100块 基本上是牛肉价格的两倍了 没想到在大表姐这里 那是随地可见的节奏啊 美滋滋真是美滋滋啊